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双望向她的眼睛一眨不眨 东华这是要 她伸出双手 凤九感觉自己绵软的正从树干上下滑 她的手越过她漆黑的秀发 撑在树上 耳畔只有蓬蓬的心跳声 小白 我喜欢你 她一双深幽的眼睛盯着她 为其他回答又道 我想知道 你喜不喜欢我 明明是自己的夫君 心跳的却不像样子 她说 喜欢 又像怕她没听见 加重了语气 我喜欢 她胸中重拾落下 紧绷的身体松软下来 一双撑住树的手像柳絮一样无力了 静静的看了她许久 一颗心终于平静下来 伸手拾去她发上的落花 我想同你说会话 她不亲我吗 凤九偏头摆了一个自己认为极有杀伤力的姿态 两头看着她 她却拉了她的衣袖 去椅子上说吧 天啊 我们九尾狐的脸都叫我丢尽了吧 显眼看见月亮门后探出的几个脑袋 脸书地红了 东华回身看见 觉得小白害羞起来 像个小姑娘一样可爱 心有一阵猛跳 肠意上她微测了身子 你有真郎君吗 孩子的爹爹在哪里 凤九之跟成语商量了假郎君之事 真郎君没考虑过 总不能胡说 她略意思索 站那时走散啊 再找 明知道的事情 东华还是有些失落 那找多久 找不到呢 凤九觉得自己好像又挖坑了 看着她的眼睛想 要不生扑 做饼 反正是自己夫君也别要面子了 东华看她不说话 是叹的拉着她的指尖 我等你一年时间 一年找不到我就娶你 凤九脑袋翁闭一声 这可是凡间 不由脱口而出 什么一年 那你觉得不够 我顶多凤九眼睛瞪的老大 顶多一年零一天 不能再多了 她觉得自己回去后要找爱神打一架 就不能叫东华爱得五迷三道 立马把她娶了吗 就这么多 可以吗 我帮你找 亲都不亲一下 还喜欢 凤九很想逗她一下 那不到一年就找到了 怎么办 又到 找到了 我又喜欢她 又喜欢你 怎么办 哦 我们那里可以娶两个郎君 你觉得可以吗 东华也有些猛 一时愣正的看着她 不过很快眼里就赏过不易察觉的笑意 她不会叫她找到的 找到了也埋了 反正几个孩子也喜欢她 她把她的手拢进自己的手心里 我会娶你的 天啊 老东华这是多厚的脸皮 强强有夫之妇啊 承玉抓抓少婉的长发 没得开眼了 早点回去吧 将来我们都得进她后院的大坑 小燕聪明的拍腿道 对 我先回去把坑填上 承玉看着三个孩子 得 今后 我们天天的去小玉山吹风了 小燕春色正浓 东华握着她的手 由暖暖卷一起来 小白 我想睡会 站了一夜累了 一夜 嗯 我要在第一旅晨光时向你表白 凤九心里流淌着甜甜的蜜汁 东华到了凡事 也是那么会浪漫的人 表白都要第一旅晨光 我想睡 凤九看着她脸书第一红 挪向长椅的一头 你枕在我腿上可好 东华偏头看着她 是不是自己太不矜持了 这可不是天上的东华 她又红了脸 念惹道 要不你进去睡也可 我喜欢 她躺在她的腿上 想着四宁那本书上说 表白后多久可以亲来着 头顶飘来低揉的歌声 这歌声像是一直就飘在她心海深处 她手轻轻揉着她的银发 暖暖的阳光 困一袭来 她伸出双手 圈上她柔软的腰只睡了 凤九看着怀中英俊的脸 想起有本书上说过什么 柳夏慧坐怀不乱的句子 可她是真乱啊 明日的去问问四明有没有写过什么 拿下柳夏慧的书 一或者干脆给东华吃点春草肉更好 想着自己也合上了眼睛 东华这一觉 着实睡得深沉 她几乎两日夜没睡 表白后心中无事睡得香甜 凤九睡了一小会醒来 腿有些麻 看东华睡得像不忍惊动 向后倾了些身子 仔细地打量帝君 虽说帝君的脸在天上万年 都是不变的青年模样 可此时的东华的确看起来更小 一如凡间二十几岁的男子 眸色深沉却又肃不禁时时一样清澈 看着她时更热情直白 她低头想亲亲她 东华轻轻动了下醒了 正对上她的目光 凤九慌道 我看看你的头发 她仰头看着她 真美 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几万年前 啊 我是说那种感觉 东华笑笑 明明初相见 宛若就相识 你累了吧 她起身看着凤九 离上往来 她把腿伸开 你也来躺 凤九兴奋地很想骑上去 却扭捏了下 好吧 头缓缓地躺倒在东华的腿上 小手不经意地划过东华的大腿 她感到东华的肌肉瞬间紧绷 抿了嘴偷笑 她要叫帝君十天就投降 花瓣还没落地的功夫 就听少婉的声音 喊 天啊天啊 帝妹你在干吗 走到椅子前 我弟弟还没找到 你又要娶郎君了 你 你都娶过几个了 凤九害羞地起来 看着少婉插腰的样子 又笑又气 我才没有 少婉越过她看着东华 你这是勾引梁家妇女 不 是美女 你就是个夫子 怎么跟我弟弟比 你拿什么养活她和孩子 东华盯着她平静地道 她养我 她为什么要养你 她喜欢我 常这么娘 喜欢你就可以不挣金子呀 生活需要金子 连将军给我金子 她又凭什么给你金子 她想养着我 几个人看着少婉的样子偷笑 和平日里被东华对极了一样 凤九懒过她 东华公子说了要帮我找一年郎君的 一年太少了 不 是一年零一天 小白我饿 好 我去做饭 上次那个糖醋鱼好吃 我帮你做 小燕急忙到 祖宗路远 我看咱们还是早些出发吧 饭回去吃也可以的 少婉林总还对凤九喊 弟妹你必须得守一年 不然我带你那些情人来砸场子 白旗看够了热闹 拿出自己的合约看看 觉得自己太睿智了 这才几天她爹就把娘哄到手了 她闻到了危险的味道 跑到厨房对凤九说 娘亲 爹爹说你是她的小娇妻 说我是她的宝贝儿子 我们一定得把爹带回家去 凤九捏了下她的鼻子 那自然 东华听出深意 凤九的夫君管她叫小娇妻 那一定是特别恩爱 还疼孩子 将来自己就是书上说的后爹 心里酸 到处的手抖了又抖 饭菜上桌的时候 门口传来思命的声音 她站在月亮门 忽然就感觉到有股熟悉的沙漆飘来 顿在原地不动 众人都知道她怕鱼 东华还想向她讨教追七三十六计 颇是热情道 思命你来吃鱼 思命使劲抓住月亮门 脸都白了 凤九笑道 东华 她吃鱼过敏 思命松了一口气 果然还是小殿下心善 还有吃鱼过敏的 帝君又给众林家 觉得这个伙计最好了 丛林端着碗里的鱼 手微微抖了下 一点点吃 凤九想 这到了凡事不可能做出同一个水瓶的鱼 率先尝了一口 俩字 要命 笑道 东华 这个稍微缺点盐 我去加点 顺手也拿走了重林的碗 一会再上桌的鱼 被几个孩子一抢而光 东华挺开心 觉得先把孩子搞定 日后天天给他们做鱼吃 饭后 聊天 东华又追问了许多事情 成玉对东华道 如今外面都知我和凤九是夫妻 我们对外暂时不变吧 又道 还请公子不要同莲将军讲 和他不熟 东华笑笑 心道 我才不会告诉他 害时已过 连宋没来 白气趴在栏杆上 觉得今日选了 娘亲要飞 好在东华没替留宿的事 这一天东华过得最开心 自此不再孤单 他喜欢他 他也要保护好他和他的孩子 当然还要在他找到郎君前生孩子 把那十二开全部补齐 今天 月色很美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